国内遗产跟赠予税新制 去年5月12号正式上路 把税率从10%调增到20%以内 而增加的税客收入 要作为挹注长照的裁员 这年6月12号起 每包烟品就调涨烟税20块钱 同时也步入长照基金 不过效果怎么样呢 财政部日前头公布了 去年全年税收统计 被高度期待可以挹注 长照裁员的遗赠税跟烟税 没想到增税之后 挹注长照基金只有57.6亿多元 对长照推行恐怕造成冲击 如果以这样的状况来推估 实施一年税收大约是115亿 还不到预估目标296亿元的一半呢 学者说了 烟税跟移赠税少收 有它的背景原因 不过听到顺字差这么多 真的有点意外 而财政部说了 新制上路才半年 效果尚未显现 短期没有再新增 长照税源的计划 而行政院官员则表示 当初修法通过之后 两年后会检讨 现在虽然还不到检讨的阶段 不过裁员状况要看卫福部 如果不足的话 可以从博库来博服 但要由卫福部提出需求 才能编预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